虽然我们可能奥运会上没有取得过理想的成绩 但是我觉得可以用我们的行动来证明中国人是可以的 所以我觉得只要我可以后面的小的一定都可以 所以我希望就是以后中国也可以成为标枪大国 最后一个问题 注意到比赛非常感人的一幕 你披着五星红旗绕着场地奔跑了一周 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我觉得这是我跑过最最轻松的一个400米 对跑不是我的强项 但是我觉得是400米非常开心